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們先看看CCL的數字 最新收報是138.56% 比上週升了0.54% 今天很高興 我們見到詩先生 我們集團創辦人 今天有位嘉賓 洪福堂主席兼執行董事謝寶達先生 達哥也是我們餐飲聯義協會的會長主席 經常跟我們有往來 今天很高興 跟兩位談談 主要是說說2024年差不多過了 兩位都是香港見慣世面 高山低谷都經過了 想聽兩位說 其實大家對於今年2024年有什麼看法 是否今年的市場比往年差 或者我們先讓達哥說 首先多謝潘Sir邀請我上來 我作為香港本土營運生意 和餐飲聯業會長 最近今年接觸很多朋友 特別是餐飲業 今年經營非常非常困難 特別是大集團連鎖的酒樓 因為疫情過後放寬自由出入境 消費模式可能經過疫情 香港人習慣早回家 晚上夜市少了很多 很多很多 以往我們香港很重要 夜經濟 吃宵夜吃到兩三點都不回家 但現在九點多鐘 街上找不到人 我人生經歷過很多行業 年輕時我做過的士 我駕駛過的士司機 以前都經歷過這些日子 晚上我們駕駛的士去找生意 叫做花車遊行 的士車頭燈 全部的士都著燈 即是沒有客人 有客人就會關燈 現在反過來 今年2024年 經過2023年那一役 疫情以為好了 香港人也想著經濟會 所以他康復得快 剛剛相反 包括我自己做生意 未經歷過這樣慘淡的營運 我知達哥 自己紅福堂的業務 很多種類的飲品 食品類別都有 餐飲也是代言人 都說了不少 2024年也不容易熬的一年 施老闆 我們自己的地產代理 或者地產行業 你對2024年的看法又如何 先講我們自己 當然市場 其實是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年初的時候 我預期今年 有三次峰迴路轉的機會 第一個就是政府撤納 實現了 二月尾撤納 三月的市場就很蓬勃 不過銀行不算很配合 那些人是想買樓 去到銀行給他潑冷水 銀行不是很肯借 估不到價 所以這個反彈 維持了兩三個月左右 第二個峰迴路轉的機會 就是美國選息 九月也出現了 初初都寄予厚望 因為打算不是選一次 今年還會選多兩次 明年又選 後年都說有得選 是一個簡息週期 市場又興奮了一陣 本來第三次峰迴路轉的機會 就是 說中國的經濟恢復動力 但是現在就 特朗普上台 好多東西都會變 又會加關稅 又會做很多制裁 現在上台就說 加了關稅 物價會上升 通脹會重臨 聯儲局可能加息 連減息的機會都沒有 即是股實說減可能 所以市場都是充滿隱憂 我們自己 在行內都有一個領先的地位 所以在競爭上 還有一定的優勢 加上 二二年 又開始回落 經過二、三年的調整 我將規模和市場交投同步 選擇了下來 變成 市場仍未好 但公司開始適應交投相對淡靜的環境 二三年就有微利 二二年又虧得很慘 二三年有微利 二四年的盈利 就叫做合理化 因為之前 報章上有一個流傳 說我公司10個月 虧了8個月 只有2個月賺 其實我那次是說 內地某些城市 不是說整個集團 香港其實我們純粹從利潤的角度 都算做得不錯 以及調整了規模 適應了新的環境 其實剛才提到施生 代理行業 當然2024年也是辛苦 其實我負責工商鋪代理 更辛苦 因為住宅也有些剛性需求 其實工商鋪 如果說2024年 平均每一個月 成交中數 創了這二十多年新低 其實平均一個月 就算鋪位 都只有四、五十宗成交 甲級寫字樓得很少 整個寫字樓市場只有二十多宗成交 相對是比較差的 很差的就不說 大家都面對同一個局面 2024年 心理上如何適應市場 兩位都是大老闆 大哥你再說一下 你如何調整自己去適應 首先做好自己的盤生意 做好服務出品 營商一定要懂得如何開源折留 壓縮 如果有些鋪位 業主都未肯有計談 就逼著要關門 員工方面就鼓勵員工 大家走前一步 做多一點 對顧客要禮貌一點 周到一點 這是其中一 第二是控制生產的成本控制 幸好我公司國內有間 比較現代化的廠房 為了迎接新挑戰 某部份已經在國內生產 可以控制到人工的開支 目前政府還批判輸入外勞 但在飲食業實在是水深火熱 因為之前的經濟好 人工和政府最低工資 很多就習慣了 但又影響到很多市民想買樓 因為又想申請公屋 但能力又買不到樓 又出現很多是做散工 特別是飲食業 這是為大家交著一些東西 如果飲食業方面 全面輸入外勞 目前要磨合 要一段時間 培訓一些新的梯隊 控制服務和質素 大來明年的挑戰會好些 但目前這幾個月 大家都在捱著 包括公司 我們公司也繼續有開店 找一些租金合適 還有營運的空間 繼續拖展 都是積極面對 剛才施老闆提及過 成交回落 實際上我們的規模也有部份的縮減 除了這件事 還有甚麼方法去面對 積極對付呢 我覺得心態上 你不要再把盈利目標定得太高 定得太高 你只會失望 在市場不好的時候 你應該把註意放在市戰率 跟行家競爭的時候 有沒有優勢 這個時候 最好錢賺少了 但市場戰有率高了 為將來賺錢打好基礎 另一方面 都要不斷地嘗試新東西 譬如現在很靠互聯網來獲客 你要帶領公司去作新的嘗試 你有一些環節做得好 那些同事就可以對這件事 寄予一定的希望 譬如有些人說 小紅書有影響 鼓勵他們開戶口 接觸多些人 看可不可以 獲得多些 找到一些新的客源 這些都是令到同事 不會完全覺得沒得做 當然最好有能力培訓新人 即是你生意不夠做的時候 你也有些事要搞一下 搞一下培訓那些 同事覺得公司都在此努力 就不會放屁 即是不要那麼快放棄 不要那麼快灰心 其實我們都聽了施生的指導很久了 其實現在網絡營銷 我們都一直在推動 向施生學習 施生不只是大老闆那麼簡單 施生都是網紅 很多網台都有邀請施生上去 其實我們都積極培訓同事在網上獲客 剛才說小紅書、微信號、YouTube 基本上可以做的 我們全部都做 都是積極面對 或者我們另外又講一個題目 講一下北上消費 北上消費真是很頭痛 餐飲界一定面對這個問題更頭痛 不如問問答案 現在北上消費 究竟是否對香港的影響很大 我們餐飲的行業是怎樣 現在因為突然間餐飲業 因為沒有了夜市 其實關於北上消費 不是影響那麼大 在疫情之前 其實也有很多人北上消費 只不過香港突然間疫情之後 人們習慣早睡覺 沒有了香港夜經濟的生活 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如何推動 我們當年的夜經濟 通街坐在街邊喝啤酒吃 煙吹水 聊到晚上三、四點都不回家 那種夜經濟 那條街就會靈活些 旺些 疫情那幾年 每個人都一早回家 因為政府要求所有店舖 全部都要早生 習慣了 放寬了之後 那些人習慣了早回家 好像我們去飲宴 他明明可以暢所欲言 去到十八、二時才走 現在不是的 九點多時快點吃完東西你走吧 你想夜經濟很難激活回去 所以要在這方面想少許事 你說不想消費 其實以往我們一向都不想消費 一樣 想越來越回落後又是繼續消費 在這一個點位 會影響心理狀況 因為不想消費影響香港經濟 其實不是的 你怎樣帶動夜晚 我們香港人舊友的習慣 就可以了 因為幾年疫情 令到我們的習慣改變了 早了回家 是 達哥說來夜經濟 以前我們都是五光十色 晚上去宵夜、娛樂 當然現在習慣上改變了 但除了夜經濟 日經濟也要處理一下 不只是晚上 施生對於現在假期 都不少人北上消費 他不是晚上 他一早上去消費了 這方面施生你覺得影響大不大 影響一定不少 我自己就屬於不積極不上消費 支持香港經濟 這方面主要是時間問題 時間對我比較緊張 所以我不會不想消費 但我也不贊成要防止別人不想消費 香港是自由港 你應該是歡迎競爭 作為我們服務業 要跟隔離輪廁 都要比試一下自己 你也可以追得上 否則你只不讓人去 別人越做越好 一樣是搶你生意 搶不到香港人 別人說不讓他去 要加他稅 要收這樣收那樣 還有其他國家的人 都會去消費 我自己覺得 我們服務行業 餐飲也好其他都好 都要給一下差距 有一些差距是不容易給的 薪金是比你便宜的 沒辦法了 租金、人工、食材、新鮮度 我們唯有做一些高檔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高檔 高檔是頂尖一小部分 我們特首也有說過 也阻止不了市民北上消費 這股熱潮也阻止不了 既然阻止不了 有甚麼方法 剛才也說過 租金比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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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材比人工比人工 種類比人工比人工 那怎麼辦 有甚麼方法 所以現在我們餐飲有很多事情想出來 困獸鬥 現在你肯便宜 肯優惠顧客有生存空間 但沒有賺錢能力 就像內卷經濟一樣 靠自己 到時可能出現太陽流強 太陽流強之後 就會產生另一個營運模式 特別現在 早期因為疫情都靠外賣 即是送外賣 那些做一輪就可以做 預製菜就可以做 但現在不是了 百花齊荒 加上剛才所說 北上消費真是便宜 等於香港三分一、三分二的開支 而國內技術方面 暫時仍是先進香港 即創新設計、概念上都是 創新、設計、概念上都是 全部給香港走前一段路 所以政府都呼籲我們做多一些 創新、科技在飲食方面 最近餐飲界都成立了一些 智慧餐飲 怎樣去令到快速 接待消費者令到很滿意 而在產能方面 即是生產的過程又快速 利用設備 因為有參加這個會 我都去考察了一些事情 希望明年來會搞好香港 能夠餐飲業能夠有一個 見曙光 因為餐飲界都聘請不少員工 香港就業的比例 餐飲業界的人都不少 不如我們講一下 都快完結2024年 迎接2025年 2025年的市場 大家又有什麼期望、有什麼看法 不如我請施老闆講一下 2025年 其實開局 比去年更加辛苦 比今年年初更加辛苦 因為特朗普上台 這個人 說得難聽一點 是瘋瘋的 狂人來的 他打算改變的世界 是會被他改到天翻地覆的 所以大家都不夠膽有過高的期望 但是這樣反而有時會好些 為什麼呢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做得最壞打算 做得最壞打算 接下來的可能是 沒有實際上 打算中那麼壞 等如說 特朗普之前說 加中國關稅要加60% 現在似乎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他就 普遍再加10% 當然不是10%是少 因為之前有些加了 有成25%都有 再加多10% 去到成30%多 但是都是比想像中會少些 另外例如利息 大家想一加關稅 充貨膨脹 利息沒得選擇 但是可能最後出來 特朗普一直都覺得他應該指揮聯儲局 他認為他作為總統 為整個國家定定政治、經濟路線 聯儲局要配合我 怎麽可以和我對著幹 我相信聯儲局多多少少都要尊重這位有民意支持的總統 他一說得很白 我是有民意授權的 你這傢伙人是委託的 等於我們以前說的立法會有些委任議員 你是委任的官員 聯儲局表面上是一些銀行的組織 但實際上他的成立都是透過立法授權 都是一個官方機構 真的要變的時候 他可以改過那些法律都可以 所以我認為最終特朗普 例如他對低息環境的追求 會影響聯儲局 只要將那個通脹的目標改 改由2%改為3% 接受多些通脹就不用一定要靠加息 特朗普認為利息低一點 經濟就容易好一點 對企業的限制又少一點 所以大家對壞方面的顧慮多的時候 就會保守一點 但是出來的情況 可能沒有那麼壞 沒有那麼壞 實際就會好一點 我希望就是那個情況 先先大家保守一點 後來發覺沒有那麼差 最後就從皆大歡喜 即是作最壞打算 作最充足的準備 如果到時出來的環境沒有那麼差 就當成為賺了 你又如何看待2025年 利息很影響整個市道 如果利息一減 樓價會好一點 穩定 股票會好一點 但是作為我們餐飲 剛剛相反 明年如果在租金的壓力調低 只是業主肯有辦法談 現在輸入了外勞 可能就幫輕了經營成本 而餐飲又利用科技 可能有些東西就先進一點 控制了又可以加速快一點 做些產品又漂亮又標準 銷量好一點 明年我都希望是會好的 年中希望一路一路上 穩定了之後就十級而上 最好就是能夠先苦後甜 大家有充足的心理準備 現在我自己工商鋪代理也是 因為特朗普上場始終變數比較多 很多我們的大客戶都不夠膽動手 所以你看到近期交易都是膠著 大家都不夠膽 要先看清楚 看清楚證路等他上任之後 我想過了二月或過了第一季 可能會更清晰 大家都是保持積極心態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施生 多謝達哥的出席 多謝